我们还帮过一些人 也不能一一说明了 有些真的是说不清 你来我往这个 对错是非 但结果来说 承受的有的是都不好 有的是谁差谁一点 那过去了也不好追究了 现状就算认了 他也没办法 那就顺其自然 那么最后这个 其实之前也说过了 唐山这个雷霆风暴事件 借着这个去了北京 上访 才 趁着这一阵风 这个事给力拉 就是被发小诈骗的这个事 以腹肌癌症为名义向我求助 结果自己挥霍 这个在眼见是最大的 那影响了 那长久在心里就想为老人 尽孝所做的满足他们心愿的事 当务了尽孝 婚姻 那一些 情维是影响很多对家庭的导致家宅不宁 可以讲是家破人亡的真的是深受疤痕 你说你修行也好 当务了这么多年 你还是被有这个心智方面的 做一些事业 工薪的东西 那没法启动 多年的积蓄 现在全部没有 事业 隔制 甚至 做过了时机 无法再开启 努力着这么多年的白费 此处不可不报 你至少 不要在这个时候 再想着去 感化谁 你只有用这种方式 他才能领受到 这个教训 才能 心里 自我多一层 制约 当然了 有些人罪大恶极的 他反而把这个当成 这 再注意一点 做更坏的事情 把这些 防 狼的 技术 再提高一层 到高一尺 莫高一丈 那这种人 你也是 很难去办 软的硬的都不吃 最后 只有 接受天罚了 他总都不过老天 也都不过他自己这个内心 这就天然感应 那输一千到一万 帮过了这么多人 看似好像 说到的回报并不多 有些 真的是反的 那当然了 你又帮错人 帮错时候 帮得过度 可以帮的呀 不是随便 就好帮的 不是你就会帮的 那背后很多事情 你不了解 不知根知底的话 你只能面子上过一下 那今天我这个发想 就没想到 我住的这么近 那地儿 房子在哪 都知道 就明目张胆的 就是这样 瞒着家 然后跟这边 一个办告 还冒充公监法 伪造一些证据 骗过了所有的家人